尽管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对于冻结台独党纲冷处理 但是提案在民进党内部还是引发了多的讨论 正反声音都有 好像是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坤就表示他反对动独 他认为台独就是民进党创党的核心价值 如果拿掉台独党纲 那么民进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过动独提案起草人前理委郭正亮就回敲 说民进党跟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很多啊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也不是只有台独党纲 郭正亮说如果有人追求台独起公开的把证件讲出来 不要言行不一 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要游锡坤干脆把建立台湾共和国 当作参选新北市长的证件